民主行动党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盈 本月9日顺利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目前身怀六甲的她表示 到今天为止 她除了觉得手臂酸痛之外 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诶 孕妇可以接种疫苗吗 那应该在怀孕的哪个阶段接种呢 杨美盈就促请政府应该认真思考 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中 针对孕妇的相关问题 因为对孕妇而言 并不是每一种疫苗都相同 政府应该收集孕妇 在不同品牌疫苗中的临床数据 确保政府所选择的疫苗 对孕妇是安全的 杨美盈在文告中列出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孕妇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的建议 第一 若孕妇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只会比同龄未怀孕的妇女 更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包括需要入住重症交互病房和呼吸扶出器 第二 与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相比 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更可能出现早产 并且新生儿更可能需要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第三 孕妇常见疾病 比如妊娠糖尿病和高血压 高长夫年龄 年龄大于35岁 和高体重指数 高于30 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 在妊娠期出现严重并发症